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管是已经申请的还是要申请的 是有什么样的好处或者不好处有什么变化没有 所以我们来今天把这个讲一讲 来共享一下我的 就是这个标题前面已经讲到了 就是这个关于 这个国税局更新了他们的这个ERC网站的这个事儿 这个是我本人Steve Hull 博士大学教授 现在在Community CPA任职 我们公司总计515288 3188 好 一个简短的免责声明 就是大家这么随便听一听 自己操作呢并不构成客服关系 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承担任何责任 所以大家如果需要那个 也需要我们帮助 这样你做的更安全可靠的话 那么欢迎大家跟我们联系 成为我们的客户 我们作为一家那个 注册会计师楼嘛 当然我们提供一些标准的会计服务 比较会计报税 这个做股发放工资 当然我们也提供这个审计 就不关于税务审计 这个审计一般都指的是这种财报的审计 那么像银行啊 或者这个政府呢 有时候会要一些这个财报的这个审计 像我们做这些的工作 然后呢也提供各种各样的商业咨询 包括法律咨询 因为我们也有注册律师 不光有注册会计师 也有注册律师 然后呢我们这个公司呢 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员工 有个 我们的员工绝大部分 大概都可以讲至少两种语言 所以我们全公司合起来 可以讲九种不同的语言 这样的话 大家如果需要有 其他语种服务的这个需要的话 也可以跟我们联系 好 回到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 就是一开始我就提到了 这个美国的IRS呢 最近更新了他们的这个 关于这个ERC的网站 就是在ERRS呢 有这样一个网站 它就是关于coronavirus 就是经常问的问题 这是关于这个ERC Qualifying的这个问题 而更新的日期呢 这个IRS的网站上都有注册 是7月27号或者28号 2023年 也就是大概一周多前 刚刚更新过 那么有注意到的 这个一些客户呢 就会很关心 那当然了 就是你没有注意到 如果来这里听讲 的话你也要注意到了 OK IRS最近更新了 他们的ERC的网页 那么有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呢 就是怎么说呢 总的来说 其实没有任何新东西 当然ERC就是强调了几项东西 这个呢 我们其实以前也跟大家 那个讲过 OK 什么情况下 应该怎么理解这个规则 怎么运用这个公司规则 我们以前呢 也讲到过一些注意事项 那么ERC这一网站呢 有个别地方呢 就又重复了一下 就是重点的强调了一些 这些东西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就把这个网站呢 最新的这个网页呢 基本上那个过一遍 OK 因为我们今天因为这个技术故障呢 我们晚开始了一点时间 所以呢 我就尽可能的话 是这个 也许会稍微赶得稍微快一点 这样的话 我们还能够按时 把今天这个讲座呢 完成 好 那第一这两个问题 我不是没有开始具体讲的 这呢 就是让大家注意一下 是27号或者28号 这个IRS刚刚刚 那个更新了他们的网页 好 那么 就是新的网页呢 构成就是分几部分了 一个是这个 关于这个 关于这个 合乎规格 OK who is eligible 就是关于eligibility 方面 OK 然后呢 第二部分就是关于这个 政府指令 应该怎么理解 然后关于政府这个 关于这个 销售额降 可以下降 这个 这个标准怎么 怎么来 运用 还有那个 最后就关于这个 如果新成立的公司 新的指的是2020年15 2月15号以后成立的公司 然后还有其他的注意事项 分析其他块我们来讲一下 首先呢 是关于这个 合乎这个标准 就是达不达标 来能够申请这个ERC 那二十四 首先就是强调 并不是所有的 这个雇主 都能够符合条件 去申请ERC的 OK 就是不是所有的 那个雇主 都那个 或者生意 都有资格去申请的 那么谁有资格呢 就是如果你听这个一些 能收到一些广告 他们告诉你说 都可以先去申请 那这肯定是不对的 OK 所以那个 那个 有这样 就是三个标准 大家也知道 这其实没有什么新东西 这三个标准 大家也听了很多遍了 不管是在我们的网站 还是在其他的这个 那个消息的信息来源吧 大家都知道 就基本的就这三个标准 那个第一个标准呢 就是得有一个政府指令 一个或者多个 就是政府指令 就是跟这个 新冠有关的政府指令 那个 然后呢 是把你的这个 生意运作呢 让给你全部 或者部分的停下来了 OK 就是政府要求 你这个把这个 全部或者部分的 你的这个生意运作 要停下来 当然有一般都是 有一个时间段的 每个指令都有一定时间段 那个指令也许 又延续了几次 比方说 那么当然就是 当然你的总时间段呢 就是以这个延完了 那个总的最长 那个时间段来看 但不管怎么样 就是这是一个标准 就是必须得有 有一个政府指令 那么第二种情况 OK 那就是你的 因为这个 在疫情期间嘛 OK 就是当然一般来说 是直接是因为疫情 大家这个影响到 那么即使不是疫情影响的 只要是在疫情期间 疫情期间 这个指的是哪 也就是2020年的3月13号开始 一直到2021年的9月30号 OK 在这期间 只要你的这个季度销售额 下降了 下降了足够多 OK 后面后面讲到 这个足够多到底是多少 然后那个 那就是你就符合条件 可以去申请ERC OK 当然我 其实这个足够多的标准 大家也都知道 20年是50% 21年是20% 后面我们还会再讲一下 但是其实这个 大家也是都听烂了的 OK 不管是从我们这里 还是从别的那个 在信息系来源 OK 都就知道的 20年是50% 21年有20% 但后面我会提一下 有个什么 有注意事项 这样大家不会漏掉了 你的这个 符合规则的这个 基督 那么如果前半这两种 那个不适用 那还有一种第三种 OK 就是说如果你是 2020年2月15号以后 成立的这个 才建立你的生意 成立的公司 那么你这个就可以 满足这个 不叫分 就是在21年的 第三和第四个季度 你可以去 你就有资格去申请ERC OK 所以这个三个标准 其实没有变化的 OK 那么ERC就主要是 就是强调了一下 大家不是所有的 这个都是自动的 满足可以去申请的 不要这个听外边 这个鼓动 这个就是 等发广告的这些人 这么乱鼓动 OK 所以大家还是要看一下 你到底有没有任何一条 能够套到你的生意上 能够满足条件 然后呢 而还加了一个 就是谁不满足条件 OK 那么谁什么样的雇主 不满足条件 那么你总的来说 只要你这个没有运作一个 生意或者业务的话 而且发工资 就是你运作了 但没发工资也不行 就是你必须运作 而且有雇员 这种情况下 你才有可能有这个资格 那那比方说 你就是一个单个的报税人 OK 那你甚至连生意都不拥有 你就是拿了一个W2的 什么这种 你肯定就不满足 你已经退休在家了 OK 什么就没有去 什么东西做 你肯定也不满足 所以就是RCK举了这些例子了 反正 这包括一个政府部门 OK 别那个 你如果是一个政府机构的话 你也不能没有资格去申请这个ERC的 即使你们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因素 比方说政府把你这个部门临时关掉了几个月 那么像这种情况 那你这个部门也没有资格去申请这个ERC的 OK 那么前面就是一个总的 OK 就是大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有资格去申请ERC 要有这个三个标准之一 满足了才行 那么 然后呢 在这三个标准呢 IRS又在每一个标准下边又更细的又讲了讲 OK 其实呢 基本上还都是重复 就个别地方呢 给强调了一下 等会我也会再提到 相当于是TRS在这个讲座上呢 也再强调一下 OK 那三个标准 那第一个就是前面讲到政府指令的事 OK 那么政府指令呢 是什么意思呢 就必须有一个 政府指令 就跟新冠有关的政府指令 这样呢 要求你的生意全部或者部分 来这个关闭 那个政府指令呢 不是说非要是这个联邦的 OK 虽然这是一个联邦退税 但是这个政府指令 可以是联邦 可以是州 可以是你所在的县 甚至可以是你所在的市 OK 就是城市 不管你多小的一个城市 OK 美国有一些很小的城市 只有那个几百人的城市都有的 OK 反正是只要是政府部门 就不管是哪一个级别的 他们发的这个指令 要求你这个生意全部或者部分 把它那个停运营 就是当然都有个时间段 我前面都讲到了 OK 那么在这个时间段之内呢 你是满足这个ERC的条件 可以去申请 这下面就是几个例子 比如说那小城市的 你的市长 OK 宣布是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OK 或者说是这个卫生部门 就是他们要求怎么样 当然也可能是比方是州长 或者这个 或者联邦的什么那个政府的 都有可能 所以只要是你有这个政府指令 那么这个就在政府指令影响的 就直接要求你部分或者全部关闭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指令就是可以使用了 然后这个第二个问题呢 基本上就是相当于是 ERC就是强调一下 OK 那必须是政府指令 OK 那么比方说某一个政府官员 随便出来跟记者说了几句话 或者呢 说是政府做的这个推荐 OK 希望大家怎么怎么样做 OK 或者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做 那么像这样的一些 那并不是指令 OK 而不是说要求你这样做 或者必须这样做 OK 所以呢 就是要想上升到 就是符合这个政府指令 这个标准呢 就是第一不能说 他们在那随便讲话的 OK 要比较正式的这个发表的 OK 第二呢 就是他这个必须是 要求你这样做 而不是说建议你这样做 OK 就是建议的话是不算是标准的 OK 所以呢 就是你这个用政府指令的时候 一定要把那政府指令拿过来 一些仔细的看一看 看他那个是不是对你这个适用的 OK 是不是要影响到了你的全部 或者部分的这个生意的运作 OK 然后呢 你如果即使是这有政府指令 这个适用于你的话 那也不是说是你自动的就满足了 那么适用于你还得看 你是不是影响到了你这个生意的全部 或者部分 要把它那个停运的 OK 那么 IOS这个最新的网页上呢 并没有讲这个那么部分停运 到底是多少算部分呢 这个是IOS以前的网页上有 而且呢 这个也并没有说就取消了 OK 实际上都是在IOS正式的 有几个这个关于ERC的这个正式的这个文件呢 OK 后边会见到 OK 一两个至少会见到一两个 OK 大家会见到就是有提到这个正式的文件 其实这个关于那个这个partial什么是部分呢 就是百分之十 也如果你的整个运营的这个百分之十 受到了这个要求被关闭了 那你相当于就是符合条件了 这个就满足了这个部分停运的这个 部分停止于运营的这个要求了 所以就是必须要 当然有一个指令 而且这个指令必须的影响到了 你至少百分之十 当然可以最高到百分之百了 OK 然后这里就是我前面提到了 IOS是有正式文件的 你即使在网站上找不着也没关系的 OK 或者你不知道到哪去查网站 就IOS几个正式文件的 这是Notice2021 20 然后是202149 还有一个202165 OK 所以IOS有几个这样一个文件 你可以在那里 大概基本上就是需要找的 这个各种规定都可以在那里找到 而且那里边也有很多那个例子的 而且这个有政府指令的情况下 即使你有政府指令 那IOS还专门讲了几种情况 你还是不满足这个政府指令这个条件的 OK 那比方说第一个例子就是假如说 政府说你们这个办公室不能开了 OK 这个办公楼要关闭一段时间 但是呢 你可以让员工都回家 都可以从这个远程工作的话 OK 比方讲这个IT公司 也就经常是在这种 属于这种情况 他们都可以在家那个远程工作的话 那么IOS就认为你并没有停运 OK 所以你虽然把大家都送回家了 这个政府确实要求你们 不能在这个楼里工作了 大家都要送回家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也不符合条件 你如果大家可以远程工作的话 员工可以远程工作的话 然后第二个情况 就是不满足这个政府指令呢 就是说假如这个政府要求 这不是对生意 OK 而是对个人 要求个人都要呆在家里 除非你有特殊情况 不管是去买药啊 还是买必要的食品 什么之类的 OK 那种情况 或者你是要 必须要参加 那个必须要开业的这种工作 OK 就像医疗啊 或者什么这类的工作 你必须去的话 那么除了这种情况 你必须待在家里 OK 那比方说 现在政府可能有这样一个指令 就要求个人待在家里 这样的话 假如你是一个店 OK 就是卖货品的店 你呢 政府并没有要求你关闭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没有人来了 你当然你看逻辑上 你想那这个你肯定应该是满足的 那IRS又明确了一下 另外这不是新的 这是IRS以前就有的 这个例子 就说 假如那个 你的 你的这个生意并没有要求关闭 那政府只是要求个人 那个待在家里 那就这种情况下 你还是不满足条件 OK 这当然你可以去跟 去争这个合不合理 这是 但是现在是政府的指导文件 所以呢 大家只能根据政府 目前这个指导文件来 来这个操作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 就不满足的话 就是 COVID来了 那政府虽然还没有下令 那政府没有下令 比方说有些州的话 他们那个Governor 比较这个 所谓就是尊重个人 就是人权 或者说是这个 相信大家有这个自制力 OK 那么所以政府呢 有可能没有下这个 硬性的这个指令 所以那 但是呢 你为了自己的安全也好 就不去染新冠 因为染新冠 那里面有比较风险 比较大 那么就大切 不管是你自己的这个 生命安全还是为了员工 还是客户的生命安全 来考虑 如果你就决定关一段时间 你自己决定关了的话 那这是不是政府的要求的话 那你也是不能够用这个 政府指令来说是这个 你满足这个ERC的这个条件 OK 然后这个 这一页应该可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 RS的一个很重要的 或者特别强调了的一项 就是很多 这个 在外边 这个 你能 来做广告 推销 这个大家去跟他们 这个申请 一样性呢 都是用一个 跟你说有一个标准 supply chain supply chain 就是这个 供货这个 链条的这个问题 大家确实知道 那个supply chain呢 几乎是影响到了 所有的生意 所有的人 OK 就是包括你去修车 那部件 那经常就没有及时来 大家需要那个什么 甚至口罩 什么这个 当时需要戴的口罩 也不能够及时运过来 所以呢 大家都 都是 经历了这个 就叫做货物供应的 这样一个问题的 但是有这样一个问题 并不是说 就是有政府指令的问题 OK 那还 这个本身并不能 上升到政府指令 那么 IRS呢 他在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可以用这个的 那么在那个例子里边呢 就有两 这样两个因素 OK 那就是 就是 IRS对此又强调 就是基本上就是 必须有这两个因素 都有的话 这个两个因素都存在的话 你才有可能可以用这个 所谓supply chain的这个 这个东西来 来申请ERC 但另外 即使你用的是supply chain 也并不是用supply chain 这个东西 而还是用的政府指令 OK 那么IRS这个例子呢 他就是说 假如你有 你是一个生产商 你需要那个 有一个上家 你可以需要上家 给你提供一些货品 你才能够去生产 这个这样 把它那个卖到你的下一家去 OK 但你的上家 如果他们那里是有这个政府指令 说他们那个厂必须得关 比方说关一个月 然后呢 你又找不着替代的 OK 那么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那你也就只好关了 因为你没有这个 货源来进行这个 你的生产嘛 所以呢 那你也只好关了 OK 所以呢 你是被影响到的 那么上家 当然肯定 它是因为有直接的政府指令 说他们应该关掉 OK 那么作为你呢 你是间接的 OK 这就是所谓supply chain 所以他要给你供货 你才能生产 他被关了 那你没有货了 所以那你没有办法生产了 所以这是supply chain 影响到你 实际上呢 还是追根溯源 还是一个政府指令的问题 OK 只不过是那个 不是直接对你 而是间接的 对你的了 OK 所以呢 还是一个政府指令 影响到你了 那么所以呢 就是你必须得有一个 有一个指令 就是它影响到了你的上家了 然后呢 你还找不着替代物 OK 就是regardless cost 假如说那家原来提供货比较便宜 那你现在他们被关掉了 你另外一家呢 可能是两倍三倍的价钱 你可以买到的话 那么这个呢 你还不行 那你还是有替代品的情况下的话 那么你等于还是没有被那个指令影响到 OK 所以就是说是 所以这个supply chain 那是这样一个应用应用法 实际上还是一个政府指令的 这样一个问题 OK 所以这个supply chain 不要光听大家说啊 人人都有supply chain 因素 所以人人都符合条件 OK 这个不是这么回事 就是Rs这次特别强调了 而且呢 Rs不光是这样一个问题的形式 而且Rs还专门他们的法律顾问 就是或者叫做 应该都不叫顾问了吗 就是他们的法律 这个首席法律律师 那个做了一个那个文件 就说明这个supply chain 光评supply本身是不满足 一般来说是不满足条件的 OK 那么前面是第一类的这个标准 就是关于政府指令 那么第二类的标准呢 就是这个 关于这个销售额下降的这个事 那么销售额下降 那么这个没有太多可讲的了 因为这没有什么新东西 哎 就是说实际上 就是说还是你要比这个季度的销售额 或者季度的这个收入 跟那个19年的去比 OK 所以我们有些客户呢 他们经常就是 哎 我21年比20年少了一些 或者少了很多 所以呢 我应该满足条件 不跟他不行的 你不能这么比的 还是要跟19年比 因为这个20和21的这个ERC 你都是这是一个疫情补贴的一个项目 都是要跟疫情之前 也就是2019年来比的 而不能说2021跟2020年比 这样是这样是不行的 是2020和2021呢 都要去跟2019年比 OK 然后前面也提到过2020年是这个 你应该要下降了超过50% 21年呢 季度这个销售要下降了20% 要超过20% 甚至说可以说 可以严格的假设 要超过20% 或者超过50% 才满足条件 但是我有两个特殊的条款 大家要注意一下呢 就可以让你也许可能更多的季度可以满足 OK 就是20年呢 比方说你有一个季度是50%下降 那么就等于你的这个符合条件开始了 OK 那个季度开始 然后呢 它就激动的可以继续 一直到你那个 你的下 销售要下降了低于20%了 OK 比方说你第一个季度是下降了60% 第二个季度下降了10% 那你第二个季度又已经 那个到了这个已经这个下降百分之 小于这个20%了 OK 那这个你已经按理说就停下来了 但是要在你这个季度之后再停下来 所以呢 第一个季度60% 第二个季度10% 那你第二个季度呢 还不停 第二个季度还是满足条件的 所以到第三个季度可能才停了 那么2021年呢 有一个类似的 就2021年它还专门有个名 就是用一个alternative quarter来 来那个推算的 OK 所以呢 就是你 所以粗粗的讲 就是你有一个季度 那个满足条件 那么自动的下一个季度也满足条件 对 另外呢 这个 IRS不管是这个 政府指令的 还是这个销售下降的 或者下面还要讲到的一个 所谓这个新成立的 也是公司的 新成立的这些生意 不管哪个标准 这三个标准呢 IRS就提醒大家 都有一个所谓 叫做aggregation rule OK 如果是同一组人 都不拥有这个 就是控制 同一组人 控制个几个生意的话 那么这几个生意呢 有可能要联合起来看的 就相当于 虽然从法律上来说 你是成立的三个公司 但是如果他们这三个公司 都是同一组人控制的话 那么这三个公司就有点像 相当于看成一个生意 然后有三个不同的部门也好 是不同的这个分支也好 OK 所以那些要那样来处理 看你的够还是不够 那么这个aggregation rule呢 其实更详细的是在这个 IRS的一个正式的发表的 这样一个文件里面找到 然后这个还是比较复杂一点的 这是怎么来分析这个aggregation的 所以大家需要帮助的话 也可以跟我们或者其他的 专业的公司联系 OK那前面讲到了 两个前面两个标准呢 一个政府指令 一个是写那个销售或者收入下降的问题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这个recovery startup OK so again 所以大家就看到 这就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这三个标准 大家都是知道的 OK 那么到目前为止 前面这些唯一我强调了一下 就是关于这个supply chain的事 OK supply chain是应该怎么用 OK 并不是人人都可以随便套用的 OK OK 那么回到我们现在讲的这个 新成立的公司 那么新成立的公司呢 是在21年的最后两个季度呢 可以去claim 然后呢 这个什么叫新成立的公司呢 它有两个要求 一个呢 是2月15号之后成立的 第二个要求呢 是在 在你 要 要claim这个 DRC的那个季度之前的三年 OK 这个 平均的年收入 要低于 100万 OK 所以也就相当于 你应该也就是可以把这个想象成是一个小生意 OK 小是多小呢 就是你的年收入 不应该超过100万 当然你说我只运营了一个月 这一个月那个 你呢 我 大概可能没有100万 那么是不是自动的就满足了 那不一定了 你这一个月还 它这个讲的annual annual的话 你一个月要把它annualize OK 假如你一个月 这个月你赚了1万嘛 当然你一年下来也就12万 所以你肯定是小于一个million 但如果你给这一个月你一下挣了20万 那么如果把它乘以12 就把它annualize的话 它就推算出这个年收入呢 一下就变成了这个 一定一个月这个20万的话 就是一年乘以这个12的话 就是240万 OK 那你就肯定是超过了这个100万的这个 这个阶段了 那么那种就不满足这个条件了 然后IOS还讲到了一个 所以如果你去作为一个新的 agricary startup来申请的话 那你就不能够再同时去 用政府指令或者这个销售下降 来那个也去 也去这个claim 这个的话 其实IOS他们以前有一个文件 就是2021-65前面就是clarify 应该说这一条应该只是适用于第三个季度 21年的第三个季度 也就是你第四个季度可以去 即使你用这个政府指令也可以去 所以OK 所以这个呢 是其商人有一个选择的 你要看一下哪个对你更有利 所以呢 这个咱们就更细的就不讲了 那个大家有有什么需要的话 跟我们再联系 好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政府的这个 就是这个新成立公司呢 那个最多是 每个季度呢 可以有五万 也就假如你那两个季度都能申请的话 那你就是 21年的第三季 第四都能够 都有发工资 都可以申请的话 那你最多可以拿回来十万 OK 然后再提醒一下 就是他还是提点IS这里 还是提醒大家 有可能这个 有aggregation rule 假如你有一个公司 已经在了五年了 OK 另外一个公司 那你刚成立的 但是呢 都是你一个人控制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要把它联合起来看的话 那你新成立的这个呢 也不是这个新公司了 OK 因为就相当于你 刚成立的一个分店一样 OK 你刚搞了一个分店 那你公司已经存在了五年了 所以你不能用 所以即使你的新的这个生意 是一个新的法律实体 新的公司 也不行 它是以这个人控制 股份控制来 这个来衡量这个 是不是应该联合起来看 OK 那么就是在你满足条件的情况下 怎么去申请这个IRC呢 他IRC也有讲了几个问题 那么第一个我就跳过了 可以直接到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 是关于那个截止期的问题 OK 所以以前大家都 都很关心 OK 那么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息 那么这是IRC呢 这是我们就是看到第一次 非常明确的 OK 毫无含混 非常明确的 跟大家讲了这个截止期 所以你要申请 2020年的某 不管那个quarter的这个 IRC的话 那么截止期是2024年的 4月15号 所以还有这个大半年的样子 如果你是申请2021年 某一个季度的这个IRC呢 那么这个截止期是25年的 4月15号 所以还有 所以如果是21年 这个还有一年多 那么如果是你申请20 那么还有几个月 所以呢 就还是有些时间了 然后呢 第二个 这第三个问题也很重要 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些 这个看到有些ERC的申请 被IRS给打回来了 说这个签字人 他们不能确认有这个 有这个资格签字 OK 所以呢 你要看一下谁到底有资格签字 比方说如果你是个 so proprietorship呢 当然就是必须这个是 owner来签字的 owner本身来签的 因为就一个owner嘛 如果是corporation 这个corporation呢 包括LLC 然后你选成 不管是S还是C 来做tech return 所以这个corporation呢 不是以 那个你是后边叫inc 或者corporation 什么来来个决定 而是说以你这个报税 是哪种的 那所以呢 这个corporation包含了 这个LLC 那么这种情况 什么人可以签字呢 就是president vice president 所以一般我都会给大家 就写成president 或者vice president 那么只要是你 这两个位置之一就行 当然也可以是principal officer unauthorized 其他的这个有资格的 或者受权了的 这个officer也可以 但是呢 他们你没有列出来 到底是什么呢 你就因为RS那个处理的 这个员工呢 他也不一定清楚 有可能就会给你 错误的给你打回来 所以呢 最简单的就 就确认你用president 或者vice president 这样来进行 如果是partnership的话 就包括这个LLC 有两个member LLC也是treat as partner 所以你可以叫做managing partner 或者managing member 如果是这样一个partnership return的话 如果是single member 如果是single member LLC 就是这个single member LLC 跟superpartners这个区别 就是superpartners你并没有成立公司的 你就是直接就是用一个schedule c来发 single member LLC 如果你没有选成别的形式的话 那么它从法律上来说是有个公司的 只不过报税上就跟没有公司一样 还是这个owner本身 那这种情况下 这single member就一个owner 就是owner可以去签 但是呢 它又是一个公司 所以呢 它与RLC也允许是这个principal officer来签 但是这个principal officer呢 就是不明确的一个东西 到底什么叫principal officer呢 所以呢 那很简单的起来 还是说这个LC的owner来签 比较这个更明确 就不会引起没有任何疑议 OK 就不会这个被错误的打回来 然后呢 如果说这个比方说你的CP也好 或者帮助你们这个就是做payroll的 像这个ADP啊 或者像这些公司 你呢 都以前跟他们签过一个partner attorney的话 那么他们也可以帮你签字 签字这个提交的 不需要你自己这个雇主本身来提交的 OK 你可以是就是已经有这个授权的话 这个被授权的这个 比方像payroll processing那一般 一般就都可以帮你替你那个提交 然后还有两个 是呢 要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 如果你以前的941没有报过的话 那你不能说现在去amend 因为941申请ERC是去amend你以前报了的941的 OK 如果你原来941没有的话 那你当然这个做就没有什么基础来做这个更改的 做这个amendment 所以这种情况你是不能去申请的 然后呢 如果你没有提交W2 OK 虽然你报了941 但是年底不管是没交还是忘了交了 这个就是W2的话 那么这种情况下 也不给你处理 OK 直到你把W2发了之后才会给你处理 OK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要更改 拿到这个ERC的进入 就是有资格申请ERC之后你去申请了 那么是要不要改这个所得税的税表呢 以前呢 大家都希望那个政府最好的 当然说是就不去改了 OK 但这个没有发生 大家就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还是要求大家去改所得税 而且呢 改哪一年的呢 RSE也没有任何变化 OK 大家本来是希望能够说 就不要去回去改了 我表了23年收到嘛 我就在我报在这个23年的这个税上就行了 那不行 而是还是这个原规定 就是说如果你申请了2020年的ERC 那你要回去更改你20年的所得税 如果你申请了21年的ERC 那么要回去更改21年的所得税 这个税表 OK 那么如果你是一个S Corp 比方说那在改了你S Corp税表情况下 那你每一个股东的个人的税 也要回去那个去改的 OK 所以这个是没有变化的 也就是说你的只要去更改这个所得税 那还是说更改你那个ERC的工资 你就用来算ERC的工资是哪年发的 那你就得回去改那一年的这个所得税表 OK 而是还提醒了一些大家 OK 这个外边有些这个不负责任的 这样一些这个 就是收钱给大家要申请ERC的有这样一些公司 所以呢要就有些呢 是他们根本都不知道他们在做 就是在乱搞 OK 甚至有些可以说简单说就是在乱搞 他就说谁都可以去申请 那么就然后他们收你很多钱 然后那个申请完了 那公司可能就关掉了 OK 所以呢就是ERC提醒大家要注意这样的公司 那么那么比方说你并没有去找他们 OK 也不是他们的客户 突然他们就有一天打了一个电话 说啊 你可以拿到这个二十万块钱 或者给你发来一封信 告诉你说啊 你可以拿到二十万块钱 要尽快还有个截止期 说那么我十天之内也好 是多少天之内也好 跟我们联系 OK 我们有些客户拿到这种信 都以为是政府来的信 OK 或者是政府或者什么银行来的信 所以呢都比较以为是什么 真有这么回事 OK 那么 所以RC举了几个例子呢 反正就是 大家要注意一下 这可能是不负责任的 像那个就是乱搞的 OK 大家不要那个 轻易这个相信 然后呢 不要变成这个受害者 OK 那么受害的情况下 也就是说你申请了 不该申请的钱 那么对你呢 可能会有比较严重的后果 就不光是要把那个钱 要交回去 还有可能还有各种的惩罚 和这个利息 就是罚款利息 还有其他的一些惩罚 我们今天的要讲的内容呢 就到此结束 再简单的回顾一下 就RCS虽然更新了他们的网页 但其实没有任何新的规则的变化的 OK 所有的规则都是以前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规则 只不过有几个注意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RCS又强调了一下 OK 所以呢 这个要RCS强调的也还是并不是说有变化的 OK 只不过是RCS又特别拉出来 又强调了那么几点 所以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呢 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去查询 也可以电邮或者电话跟我们联系 电邮嘛 有一个总的Catherineatcommunityp.com 当然也可以发给我们员工 个人 直接发给我们个人 我们今天反正讲东西已经讲完了 OK 那么今天就到此结束了 下次再见